喂 王文字架 欢迎收看订阅到来 我是老徐 咱们来说一条社会新闻啊 今天看到有一条新闻说是明年3月1号开始 包括微信支付宝的这个个人的收款码 准确的说呢是个人的这个静态的收款码 不能再用了啊 这就意味着这个一大批的 包括我在内啊 一大批的这个 就是自己开频道的这个up主啊 可能你原来放在那个你节目上面的那个收款码 到了明年3月1号开始呢就是 不能用了 就必须要找一些其他的方法 当然我自己目前还没放上去啊 就是整个的这个新闻一出的话呢 是引起了应该说大家广泛的讨论 当然首先的话呢 给我的感觉是三句话 第一句话呢 我是觉得目前这个消息啊 刚出来 整个的这个子弹呢是刚出来啊 我们让这个子弹飞一会儿啊 但我们仅仅是就目前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感觉呢 这个一会儿我来和大家分析一下 第二呢 我是觉得这个 当然会对这个中小的一些这个商户有影响 一会儿我会说这个影响是什么啊 因为你想很多的这个在一些这个大城市小城市都有 一些这个小规模的这个商户 比如说他这个菜场卖菜的 包括这个卖这个鸡蛋灌饼的 对吧 卖这个炸油条的 包括有些这个小的那些这个小超市啊什么的 他经常就是用一个自己的这个支付宝 微信的一个个人的静态的收款码 打印出来以后呢放在外面 然后你要买东西的话呢 直接就转账就完了 但这种做法的话呢将在明年的2月28号以后 就不能够再这样做了 替代的方法呢将会是一个这个 目前我看到的这个通知里面 他说啊应该是会有一个这个动态的 这个叫做这个收款码 但就我非常有限的这个 微信方面的这个平时的这个使用知识啊 我记得好像只有付款码有动态的吧 收款码好像他目前为止只有一个静态的 对不对 当然我这个东西我不敢说我用的 怎么怎么就是老练啊 我我用的一点都不老练啊 今天上午和和这个一个网友连线 连的时候不停的听到自己声音的回声啊 这个题外话咱们说回来 整个的这个微信也好 支付宝也好 他整个的从3月1号开始啊 不能够再使用这个静态的这个收款码呢 直接让我联想到的第三句话 我就觉得这个 是不是大家以前这个习以为常的很多事情 可能真的是要改一改了 也许大家以前习以为常的有些东西啊 他就是不合理的 比如说你觉得那个很多东西 你你你网上对吧 免费下载的一些东西 你已经习惯了 对吧 我看看各把电影 我我还要付钱啊 但可能那个东西你仔细去想一想 这个知识产权也好 包括你从保护这个这个电影 或者是音乐的这个制作人的制片方的角度来说也好 应该是他们能能够获取一份属于他们的这个收益啊 但如果大量的那种盗版横行于世的话 那确实来说这个电影票房挺难的 除了你说像这个个别几个主旋律的 对吧 整个的这个宣传也好 排片的比率也好 那整个的这个票房 不破纪录也得破纪录啊 是吧 但是你反过来看的话 你说这个 他如果3月1号开始这个个人的静态的收款吗 不可以用了 那直接的就变成说是替代的方法的话呢 依然是你可以通过收款码来完成各种各样的一些交易啊 但第一个就以后远程支付可能是一个麻烦 远程支付的话呢 目前来说 我还没看到找到什么替代的方法 但相信啊 勤劳善良 聪明绝顶的这个中国人一定会想出啊 上有政策啊 下有这个对策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三句话呢 我就要说这个是不是 是咱们以前有些习以为常的东西啊 可能以后真的要改 不好意思啊 咱们说回来啊 之前的话呢 这个目前为止啊 咱们目前整个在收款码这块的做法的话呢 是分成商用和个人的 个人的话呢 其实这个没有任何影响 对吧 但问题是如果你很多的人把这个个人的这个收款码用作商用 大量的其实这种现象太多了嘛 在加拿大的话呢 它整个的这根线是这样画的 加拿大的话呢 大家知道整个它是报税啊 报税的话呢 也就是说你是出于你自己的这个道德感 出于你自己的这个诚实 当然如果你这个没有如实申报的话呢 最后被查到的话 它是有这个惩罚性的这个费率啊 加拿大它会画一根线 你像那些小额的一些这个就在那个amazon上面自己买卖东西的 它每年的话呢 利润我没记错的话 不满两万两千多块钱吧 两万两千多块钱的营业额以下的人 你是可以不报的 你超过这根线以上 你每年的这个营业额超过了 那你就是自己要如实申报了 你要根据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法律 来这个报你的这个收入 就最后你自己要交一个所得税啊 但中国的话呢 我目前看到如果他明年照着这个通知的方法 我们目前就没有这根线了 以后的话呢 就分成个人使用和这个商用 个人使用的话呢 目前来说啊 目前的方法是两万块以内的话呢 是没有手续费 然后超出两万块以上的这个部分呢 是千分之一的这个费率 每一笔不低于零点一元 也就最少的话呢 每一笔要一毛钱的手续费啊 然后是根据你的这个交易额 交易额是一万块的话呢 就是十块钱 大家可以以此类推啊 如果你是这个商用的话呢 那就没有这个两万块这根线 所有的一律是千分之六 也就一千块六块 一万块六十块钱 这个对于 呃 营业额每天可能就是 对吧 几呃 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的这种商户啊 应该说是一笔开销了 当然本身来说 他们就是如果真的是营业额超过 比如说吧 一个月你超过十万块的这个商户的话 本来他就应该是要走的这个通道 不然就变成一个偷税漏税的 但你说大量的那些这个小商小贩呢 这个卖个鸡蛋饼 卖个什么那个油条啊 对吧 就这种小商小贩的话呢 我第一反应啊 我是觉得 那难不成他们以后要恢复到用现金吗 好不容易从这个现金的这个时代过来了 那难道以后又要开始收现金了吗 像上海现在依然啊 有些这个面馆 因为他那个经营面馆的那个老板呢 这个不喜欢用这些 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第三方支付工具啊 他说自己弄不来 其实呢 我觉得这个都是借口啊 就是不想让这个国家掌握啊 他到底是收了多少钱 主要还是为了避税啊 整个的生意很火爆啊 这个具体名字我就不报了 那家面馆因为的面做的也非常好吃啊 我就不报了 在老西门那儿啊 非常有名的啊 具体名字我就不说了 就是只收现金的 他他整个的那个面馆一共只卖四个品种 只卖四个品种 我就不说了 再说下去把人家名字说出来了 就以后的话 你想啊 就就是各种各样的小店 难道难道都要恢复成那个收现金吗 现金你没有办法再查了吧 但这个会有个问题啊 就说这个我看到目前 因为目前这个消息刚出嘛 替代的方法 然后整个的老百姓能想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 所谓这个上游政策下游对策的这个应对的方法也都没出来 我相信老百姓的这个办法很多啊 办法总会比这个困难多嘛 对吧 给我的感觉的话呢 我我目前看到就是有一个这个替代的方法 说是以后啊会恢复成那个动态的支付吗 也就是说你要买个东西的话呢 它会有一个黑白的墨水瓶 然后那个墨水瓶的话呢 会生成一个动态的这个这个这个收款吗 这个我就因为没有用过 所以我现在很难说 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东西啊 但我是觉得这个墨水瓶本身的这个成本什么的 倒还在其次啊 当然你说这个东西的话肯定会 会 会让一批这个做这个有关支付设备啊 支付周边的一些这个小小的一些这个数码产品的一些这个小作坊啊 会让他们赚一笔这是肯定的啊 甚至我知道知道内部消息的啊 知道这个我们有关政府内部消息的有一些小账贩啊 已经开始这个在快马加鞭的在做了 已经开始在做了 会让有一批小账贩这个赚一笔钱 但是最主要的啊 我是觉得以后的话呢就等于就说啊 全民必须要走这个规范路线 这个呢你往好处说的话呢 就是这个你整个国家的这个 对于你的这个税务方面的这个营收啊 个人的营收啊 包括说你的个人的这个私人转账啊 区分的更规范 当然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情啊 但是问题是目前来说全世界普遍的做法呢 他还是有有划一根线的 就像我刚才说了 你加拿大的话呢 都是个人你做一些这个 就是私人那些买卖 包括说你今天去人家家里面对吧 做个家教几百块啊什么的 他这根线呢 就是划划到这个整个的你一年 这方面的收入呢 是少于两万多 如果你说这个中国也有一根一样的线的话呢 我觉得更合理一些啊 你比如说你说这个两万人民币吧 一年少于两万人民币以下的 那你整个的你还是可以啊 用这个个人的静态的这个收款码 超过的话呢 那你整个的就用不了了 我觉得这样会合理一些啊 但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 因为你说中国14亿人的话 这个聪明才智很多啊 你一个人两万的额度对吧 那这个人的这个码用完了 他就用他爹的码 他爹的码用完了就用他妈的码 也是一个逃税的方法 还有呢 我觉得可能就直接恢复成现金了 所以呢 给我有一个这个另外的一个想法 我就觉得可不可能这个会连带啊 牵扯到这个数字人民币的事情 数字人民币也是国家 一直在大力推广的这个这个一个这个交付方这个支付方式嘛 不可以拒收没有一个商家可以拒收 而且呢整个的这个数字人民币的话呢 你必须要这个下载一个这个专门的一个这个app来来这个支付 来使用啊 来来进行这个 你在微信和支付宝里面做的一切的动作啊 在那个里面都可以 唯一不同的是你背后监管的那个人换 我在想就是如果在这个他的通知的基础上啊 对于数字人民币的推广 如果说他有一个这个 比如说有一个优惠的方法 对吧 如果你用数字人民币支付的话呢 他觉得可能就跟你用现金一样 也就要不存在那个手续费的问题了 这个呢等于间接的 是在推广数字人民币 所以给我的这个 因为因为目前整个通知刚出来嘛 所有的这个到底怎么用什么的 大家目前还不知道啊 所以呢给我感觉就是说这个 首先我觉得会有一批小商小贩呢 会有一些紧张感啊 包括有一些这个开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频道的up主啊 原来也会把自己的这个支付码 收款码说错了啊 放在那个节目里面 这样的话那以后啊 你这种远程的静态的这个收款码就不能用了 因为以后的话呢 从3月1号以后 你只能够啊用于这个现场的交易 现场交易的话呢 就是他现场会有一个墨水瓶 生成一个动态的一个这个收款码 然后你扫了以后一样支付啊 对于这个不经营这个小买卖的这个 普通的老百姓来说的话呢 没有影响 但是我在想啊 就是说这个也挺麻烦的 也挺麻烦的 怎么来区分呢 你说这个2万以内 2万2万元以内 这个规定是不是以后还会保留 如果说以后不能保留 那咱们这个以后 也就等于私人来说的话 就等于没有收款码这回事了 有其他人要给你转账就转账了 对吧 你要给其他人转账的话 或者红包或者就转账了 不存在这个收款码了 收款码只有商用的了 换句话来说 对吧 那也就是说你就只有划山一条路了 划山一条路也就是说 必须你要根据他的这个费率来了 也就千分之六嘛 1000块 6块钱啊 那对于这个每天营业额都是对吧 十万几十万的这个来说 还是一笔成本 当然你换一个思路去想的话 也许那笔钱本来就应该交的 本来就应该交的 感觉好像目前国家在税收方面啊 咱们往好了说啊 越来越规范了啊 整个做法越来越规范了 不但是明星的这个偷税漏税 跑不了 杀鸡尽喉 然后一大批的这个明星的话呢 自己跟进了 老百姓目前啊 在这个 把一些这个以前习以为常啊 这个吃惯了嘴的一些这个做法 个人的这个收款嘛 用于商用 好像以后啊 这种做法也不行了 但到底具体有没有一些这个方法呢 我觉得 反正我觉得啊 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的话一定有 首先第一个就你恢复到人民币的话 呃 我觉得 不可能说他不让你用人民币吗 有人说这个人民币 大家现在都支付习惯都用惯了 难道还真的就是要恢复到以前用人民币的 那那个时代吗 我可以告诉你 只要你的东西 你卖的那个东西确实好的话 一定可以恢复到以前用人民币的那个时代的 你就像上海我说的那家面馆 在老西门的 你想去吃那个面 你就要准备好现金 这是真的 所有的地方啊 我可以说都是已经 都是已经不用带现金了 一个手机走边天下嘛 但是还是有一些这个 个别的一些这个小店吧 他这个 出于各种想法 就我刚才说的 可能这个电子设备用的不不习惯 当然也是为了隐私吧 当然咱们说好听一些啊 为了隐私 为了这个各种方法来避税啊 就是收现金 现金的话呢 这个确实是这个一个方法 但是说实话 如果真的要来查的话呢 你整个的也逃不了 因为这个一查就查出来了 根据你一天的这个客流量 算出你一天的营业额 算出你一个月的营业额 最后看你整个的报的税 就数字一查就查出来了 其实还是逃不了 还是逃不了啊 但这个你对小商小贩来说的话呢 它没有那么大的量 它呢整个的就是用现金啊 其实未必不未必不行吧 所以给我感觉好像 因为国家给出的这个理由呢 是为了防止这个信息的泄漏 为了用户的安全 它找的是这个角度啊 反正这个东西到底将来演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话呢 我觉得咱们再看看吧 因为整个的消息今天是刚出来啊 反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 给我感觉好像好像 好像就就我是支持国家 在这个法治建设方面啊 肯定是要规范化 但我是觉得这个卡的有点紧了 而且给我感觉是不是有一些倒退的感觉 对吧 你好不容易从那个人民币的时代过来了 难道又要恢复成手里面捏一把毛票啊 我为了去对吧 去那个买两个烤红薯 我还真正得准备个什么 十块二十块的这个人民币在身上啊 难道又要恢复成那个那个时代吗 不知道 咱们就就再往下看看吧 好吧 因为这个消息出来以后的话 我感觉说大不当 但是其实关系到每一个老百姓的生活 所以呢跟大家来交流一下啊 还是欢迎大家订阅收看我频道 并在下方的话呢 告诉我您的想法 好 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 谢谢 谢谢 好 好 回来 arten вообще 来 or